好,那我们就继续讲Voice Convergence 那上周呢,我们讲了Feature Disentangle的技术 那么有说,在做Feature Disentangle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在训练一个像是Auto Encoder一样的架构 你有Content的Encoder,你可能有Speaker的Encoder 然后你有Decoder,把声音讯号产生出来 好,那像这样子的架构啊,像这样用Auto Encoder的训练方法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我们发现说,其实你用这种Auto Encoder的训练方法 你在产生声音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声音未必都非常理想 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其实Model在Training的时候 它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做Voice Convergence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看,你的Model在Training的时候 你的Content Encoder跟Speaker Encoder 其实你吃的是同一个Speaker的资讯 甚至你吃的是同一个句子的资讯 你是把同一个句子 它的Content丢到Content Encoder里面去 它的Speaker的资讯丢到Speaker Encoder里面去 然后在Training的时候 你是用Auto Encoder的方法去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但是在Testing的时候 你的Model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 把这个关起来 在Testing的时候 你的Model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现在我们要做Voice Convergence 我们不是要做Auto Encoder 你的Model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Content跟Speaker的Encoder 它吃的可以是不同Speaker的来源 那你期待说 虽然Training的时候没有做过Voice Convergence 但Testing的时候 如果Content Encoder跟Speaker Encoder 给它不同的Speaker 也许就可以 还是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因为Training跟Testing 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在Testing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理想的结果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你可以做一个 Second Stage的Training 这个Second Stage的Training 对你得到好的Voice Conversion的结果 是蛮有帮助 蛮关键的一步 那这个Second Stage的Training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在Testing Feature Disentangle 一般Training Feature Disentangle的方法 在Training的时候 它从来没有把Voice Conversion这件事情考虑进来 那我们能不能够在Training的时候 把Voice Conversion这件事情考虑进来呢 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给Content Encoder 跟Speaker Encoder 不同的Speaker 我们可以在Training的时候 Sample一个句子给Content Encoder Sample一个Speaker 给Speaker Encoder 这样子让你的Decoder看到 来自于不同句子 来自于不同Speaker的Content 跟Speaker 然后让它Synthesize 但是这样做会遇到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之前我们都不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的Content Encoder 跟Speaker Encoder 它的Speaker是不同的 那Decoder应该Synthesize 什么样的声音讯号 我们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我们是没有光True的 没有光True没有正确答案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训练这件事情 之前在用之前Feature Disentangled的 Model Encoder Decoder可以训练 所以我们用类似Auto Encoder的方法来进行训练 我们让Content Encoder 跟Speaker Encoder吃的是同一个句子 然后你叫Decoder产生同一个句子回来 但现在问题是 如果你要让Content Encoder跟Speaker Encoder吃 不同的句子 它们是来自于不同的语者 那Synthesize的结果 这个Decoder拨不出来的声音讯号 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你不会知道 那就没办法训练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引入了Gain的概念 你再train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的任务 是判断这句声音讯号 它是听起来像是真正的声音讯号 还是语音合成出来 Decoder synthesize出来的声音讯号 所以有了这个Discriminator以后 Decoder就要想办法去骗过这个Discriminator 虽然我们不知道说 现在合成出来的声音讯号 应该听起来像是什么样 它的one truth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但有这个Discriminator以后 我们至少可以确保说 Decoder输出来的声音讯号 听起来像是真正的声音讯号 它听起来至少可能是比较清晰的 像是人讲的一个句子 那你这边还可以加一个Speaker Classifier Speaker Classifier在这边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Speaker Classifier在这边存在的目的 是判断一段声音讯号 是不是某一个人讲的 举例来说 如果你这边 这个Speaker Encoder部分 告诉Decoder说 我们要合成A的声音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A说这个 这边假设Content Encoder输入是Hello 然后这个Speaker Encoder部分输入是A 虽然我们不知道A说Hello 声音讯号是长什么样 但至少有了这个Speaker Classifier以后 这个Decoder会想办法 希望让Speaker Classifier 会把它合成出来的这段声音讯号 分类成属于A这个语者的声音 所以先劝好一个Speaker Classifier Decoder要想办法合一段声音讯号 让Decoder觉得这段声音是A讲的 虽然你不知道A说Hello 声音讯号是怎样 但至少你可以让这段声音讯号听起来 像是A讲的 我们发现说这个方法 对于让你的Voice Conversion系统的品质变好 是蛮有帮助的 我们还发现说 如果你今天直接UpdateDecoder的参数 去骗过Discriminator 去让Speaker Classifier得到正确的分类结果 那其实你很容易不小心一训练就坏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一个有效的Tip是 你加一个Patcher Patcher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一个 我们也有一个model 这个model吃的input跟Decoder一样 Decoder就是吃content encoder的输出 跟speaker encoder的输出 得到一段声音讯号 那这个Patcher 这个打补丁的东西 它吃的input跟Decoder一样 它也是产生一段声音讯号 它产生的这段声音讯号 会加到原来Decoder的输出上面 再去给Discriminator跟Speaker Classifier看 所以这个Patcher它的作用就是打补丁 原来本来Decoder输出的结果不太好 所以Patcher把一些补丁在 钉到Decoder的offer上面去 然后期待说Patcher产生出来的输出 钉到Decoder的输出上面去以后 丢到Discriminator丢到Speaker Classifier 会让Discriminator觉得合成出来的声音讯号 听起来是真实的 会让Speaker Classifier知道说 这段声音讯号应该是A的声音 那我们发现说不直接确认这个Decoder 而改确认另外一个额外的model 会让训练的结果比较容易成功 会让训练的结果比较稳定 那这个是Feature Disentangle的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下一个方法 下一个方法是直接把A的声音转成B的声音 刚才我们在讲Feature Disentangle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要把声音讯号里面 跟Speaker跟Content有关的讯息 把它解离出来 那现在我们不想那么多 直接train一个model 输入A的声音讯号 希望直接输出就是B的声音讯号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这边直接就借用了在影像上 非常常被拿来做影像风格转换的Cycle Game 所以你会发现说等一下介绍的内容 其实跟Cycle Game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有听过我讲Game的课程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个部分的内容 根本跟在讲Cycle Game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讲Cycle Game的时候 我们都拿影像作为例子 这边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只是 把影像换成声音 然后就结束了 好那Cycle Game是怎么运作的呢 假设我们收集了两个人的声音 一个是心缘结义的声音 另外一个是一个死肥仔的声音 然后呢我们要train一个generator 它可以把X的声音转成Y的声音 那怎么做呢 这个generator就吃X的声音 它要进来 你希望通过一连串的转换 也不知道怎么转换 反正内容自己会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就得到Y的声音 也许里面也做了feature distinct Cycle 什么之类的不重要 反正不知道 一个内容反正它就是可以把X的声音 转成Y的声音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X的声音转成Y的声音 应该听起来像是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ground truth 那怎么办 怎么训练这个generator呢 你需要一个discriminator 你只需要提供给discriminator 很多Y的声音 然后discriminator呢 就会去学会去鉴别说 一段声音讯号是Y的声音 还是不是Y的声音 那这个discriminator 吃一段声音讯号当作输入 会output一个scalar 这个scalar代表输入的这段声音讯号 听起来像不像是Y的声音 那这个generator训练的目标啊 就是要去想办法骗过这个discriminator 想办法去骗过这个discriminator 如果这个generator成功的骗过discriminator 那就代表说这个generator输出的声音讯号 是听起来像是Y的声音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train一个generator train一个discriminator是不够的 那我们在讲cycle game的时候 也已经提过类似的问题 也已经提过这样的问题 是这个generator可能会学到说 我们就不要管这个 输入X的声音讯号是什么 我们不要管这个死肥宅在说什么 不管死肥宅是说什么 我们就合出星人结义最常讲的一句话 但我Google半天也不知道 星人结义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了 也许有人比较清楚你老婆讲的话 最常讲的话是什么 你再告诉我 这个generator它可能会完全无视 这个死肥宅讲的话 反正就是输出一段听起来像是 星人结义讲的声音就结束了 那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要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需要加另外一个generator 这个generator会把Y的声音转回X的声音 那我们要让输入的声音讯号 跟输出的声音讯号越接近越好 所以我们把X的声音转成Y的声音 再把Y的声音转成X的声音 要让输入跟输出越接近越好 这个东西叫做cycle consistency 那你可能会问说 怎么让两段声音讯号越接近越好呢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声音讯号 对你的内容来说 声音讯号其实就是一个vector sequence 所以大家看到在这门课里面提到说 把一段声音讯号丢进内容的时候 实际上你真正做的事情是 把一段声音讯号表示成一个 aclusive feature sequence 把一段声音讯号表示成一个vector sequence 也就是一个matrix 丢到你的内容里面去 所以吐出一段声音讯号 其实是吐出一个aclusive feature sequence 也就吐出一个matrix 那你要让两个matrix越接近越好 其实就是算它L1L2的distance 那至于这个matrix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aclusive feature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你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aclusive feature 那我们在座位里面也有一题就是问你说 你现在用的程式 它的aclusive feature用的是什么 那在train cycle game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小的tip 这个小小的tip是说 你想要train一个x转成y的generator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 不只要丢给它x的声音 让它转成y的声音 你在训练的时候还可以 再多加一个训练的目标 这个训练的目标是 直接给这个generator y的声音 希望它可以合成出一模一样的y的声音 这个让你的训练比较稳定一点 你输入y的声音 然后因为这个generator本来就是要把x的声音 转成y的声音 所以输入y的声音 吐出来应该是一段一模一样的声音 那这个cycle game 它还可以是双向的 就这边上半部呢 是把x转成y y转成x 那你同样呢 可以先把y的声音转成x的声音 然后加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判断说呢 现在这个橙色的generator 它输出的这个声音像不像是x的声音 然后你要有另外一个generator 把x的声音转回y的声音 你一定要 你一样要有cycle consistency的loss 让y的声音变成x的声音以后 再通过第二个generator 要从x的声音变回y的声音 所以输入跟输出要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呢 是完整的cycle game 接下来下一道跟大家讲的呢 是star game 这个star game呢 是cycle game的一个进阶版 那这个star game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刚才啊 我们是说我们有一个speaker x 有一个speaker y 然后呢 这个cycle game 可以把x转y的声音 y转x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有多个语者的话 那cycle game那个想法 就不太适用了 假设我们今天有 四个语者 那你显然就要在这个语者 两两之间啊 都做cycle game 你才有办法 把这四个语者的声音 进行互转 所以在cycle game里面 假设你有N个speaker 那你需要N-1个generator 才能够把这N个speaker的声音互转 所以呢 就有了cycle game的进阶版 叫做star game 那这个star game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要改一下我们的generator 跟discriminator 怎么改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呢 在刚才的cycle game里面啊 你的generator只会做一件事 他只有一个专长 他只有一个能力 他会把x的声音转成y的声音 或把y的声音转成x的声音 在star game里面啊 你的generator 他是多才多艺的 他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 他可以把s的声音讯号转成各式各样不同的 你要的余者的声音 那怎么操作这件事呢 怎么告诉generator说 你要产生的声音讯号是谁的声音讯号呢 那你就首先给generator一段声音讯号 是你要被转的那段声音讯号 speaker si的声音讯号 如果你要把si的声音 转成sj的声音 那怎么办呢 你要告诉generator说 现在你要把s的声音讯号 转成谁的声音讯号 你要给generator一个information 你要告诉他说 你现在要转的 你现在要把这个心部的声音讯号 转成sj的这个语者的声音讯号 那怎么把这个speaker的资讯 给这个generator呢 那其实在做这个feature disentangle的时候 在上一个部分 在讲feature disentangle的部分 我们也已经讲过类似的问题 你可以把每一个speaker 表示成one part的vector 每一个speaker都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只有一维是一 其他都是零 你有一百个语者 那你这个向量就是一百维 丢给generator 这是一个方法 甚至你可以说 你有一个事先已经训练好的 你有一个已经pre-trained好的 speaker encoder 你有一个已经pre-trained好的speaker encoder 给他 他可以把每一个语者的声音的特征呢 用一个continuous的向量做表示 那也可以 你就给这个generator一个continuous 不是one part的向量 所以这个speaker要怎么来表示它 你是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的 如果你有一个已经pre-trained好的speaker encoder 你甚至可以给那个speaker encoder看 在训练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的语者 他也可以抽出一个向量来 你可以把这个向量丢给generator 那这样generator有可能可以把书的声音讯号 转成训练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语者的声音讯号 总之我们现在的generator的改变方式就是 这个generator 我们需要告诉他说 现在要转出来的声音讯号 应该是哪一个speaker的声音讯号 好 这是generator的改变 那discriminator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改变 discriminator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discriminator原来是吃一段声音讯号 判断说这段声音讯号 是不是某个人讲的 因为原来discriminator 他也只会做一件事 他只会判断说书的声音讯号 是不是某一个人讲的 好 那在这边呢 在这个stargate里面呢 你的discriminator的改变是说 他也要吃一个speaker的资讯 你要告诉这个discriminator说 我们现在要鉴别这段声音讯号 是不是某一个语者讲的 我们现在要鉴别说 这段声音讯号 是不是speakerSI讲的 那discriminator会根据你输的speaker的information 去判断说 现在这段声音讯号听起来像不像是某一个speaker讲的 那这个是discriminator的变形 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stargate里面的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长什么样子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stargate是怎么运作 发现说他的运作方式跟cyclegate 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 好 那我特别把这个cyclegate的运作方式 放在这个投影片的上方 让你呢比较轻易可以做一下比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stargate是怎么运作 好 在训练stargate的时候 你先随便samplespeaker某一个speaker的声音 比如说你samplespeakerSk的声音 然后你再随便sample某一个speaker 比如说你随便sample到SI这个speaker 好 那generator就知道说 现在我们要把speakerSk的声音转成SI的声音 他就把SI的声音合成出来 好 那discriminator会去判断说 这段声音讯号是不是SI的声音 那discriminator怎么知道 现在要判断的是这段声音讯号 是不是SI而不是Sk而不是Sj 而不是别的人的声音呢 那所以我们会告诉discriminator 我们会把这个speaker的资讯 也丢给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看这个speaker的资讯 看这个generator合成出来的结果 去判断说generator现在产生出来这段声音 听起来像不像是SI这个speaker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还会把同的generator拿来 但是这一次你给generator不同的speaker的资讯 刚才generator是给它SI的speaker的资讯 那输入的这段声音讯号是Sk的声音讯号 所以你给generatorSk的资讯 现在输入不同了 所以这个generator做的事情就会不同了 它就会把这段声音讯号转成Sk的声音讯号 那我们同样要让输入跟输出越接近越好 输入是Sk的声音 那你告诉generator说要转成SI的声音 discriminator判断这段声音讯号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你告诉generator说转回Sk的声音 然后就会把这段声音讯号转回Sk的声音 那你要让输入跟输出越接近越好 这个就是Star Game的训练方式 那其实在训练Star Game的时候啊 你还会再加上一个classifier 然后今天在这个投影片上 我们就省略了加classifier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自己读一下原始的论文 看看这个classifier呢 是怎么被加进去 那讲到这边可能有同学会问说 那这个用Star Game这个系列的方法 用直接做transformation的方法 跟前面做feature disentangle的方法 这边有两个方法 到底谁好谁不好呢 那我觉得你其实不一定要把这两个方法 直接拿来比较 因为比较这两个方法当然不太容易 在不同的文献上 用了不同的内卧架构 来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有点难把不同的方法 做side by side的比较 但问题是这两个方法 其实也没有冲突 feature disentangle的方法 跟直接转换的方法 其实也没有非常大的冲突 其实你可以把这两个方法整合在一起 怎么把这两个方法整合在一起呢 你可以把这边这个generator 换成我们在feature disentangle里面 看到的那个encoder跟decoder 所组成的那个autoencoder 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告诉你说 你的generator的内卧架构 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你能不能说在这个generator里面 我们就有encoder 有decoder 我们这个generator里面有encoder 把这个sk的声音讯号吃进来 decoder 它吃encoder的输出 也吃这个speaker的资讯 然后产生 si这个speaker的声音讯号 那你完全可以把feature disentangle的概念 也放到这个cycle game里面来 那我在文献上好像还没有看过有人 这么做啦 那不过其实你不见得 我这边想要讲这一段的意思 只是想要表达说你不见得硬是要比较feature disentangle 跟直接承证这两个方法的差异 你其实可以把feature disentangle的方法 跟cycle game跟star game的方法 直接有机会把它结合起来 也许你可以在座位里面试试看说 这两个结合的方法结合起来会不会更好 然后再来告诉我结果怎么样 还有一个比star game更进阶的做法呢 叫做blow blow是什么呢 它是用这个flow-based model来做voice conversion 那不过我知道说flow-based model 你大概就忘光了 所以我们这边也就不弃讲blow这个技术 那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个技术就是了 那假设你想复习flow-based model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过去机器学习这门课上课的录影 那这个呢 就是voice conversion的部分 就告诉大家说 今天在研究上主要都专注于unparalleled的data 来做voice conversion 那这样子unparalleleddata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做到voice conversion这件事 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提出来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新的篇章 我们要来讲speech的separation 这边是reference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哦